继续来关心基隆北宁路上 这个这两千吨的巨石摇摇欲坠 为了安全考量 当地的工作开始劝离 劝民众赶快来撤离 不过呢大部分的住户却不愿意签名 因为他们舍不得离开住了好几十年的家 也有民众痛批了 政府根本没有安排好安置处 要他们去哪里呢 那么宁可在现场也不肯离开 收拾一大包行李 关上坐垫准备搬家 看着身上两千吨的巨石摇摇欲坠 海大学生决定即使亏钱还是走为上策 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先有半年的房租了 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打电话给房东 可是房东并没有提到就是房子安全的部分 所以就是可能之后还要再去找新的房子 因为必杀鱼港对面山壁上巨石 随时都有崩落危险 却还是有住户坚守家园不愿搬离 就是情绪上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反应 这样是不满意的 没有办法安置一个地方嘛 确定按这个地方我们再做驱离的动作 对因为我们住了一二十年了 虚待是不想搬走 因为所有的家当什么都在这里 家门口第一面破裂 几天前的大雨导致海水淹了进来 即使担心害怕 潘先生依旧不愿离开 因为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 欠导他住户赶快来驱离 不要在这个危险地带再居住了 那如果他们不走呢 因为这就要他们家 所以欠导书我们用意就是要他们 如果说真的不愿意去撤离的话 没有后果他们可能要自己负责 当地公所开出74张 劝离通知单 大部分居民却不愿签名 这个家住了大半辈子 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情感 宁可住在巨石底下 就是舍不得离开这个熟悉二三十年的家 中文新闻陈燕盈 SN小组 基隆三宝报道